第十课,同样要介绍的是Alternative Bass的演奏曲应用 同样也是掌握到这样的一个交替进行的Bass的应用 那我来示范这首Fried Chain飞驰的火车 这首Fried Chain飞驰的火车 通常我们在弹难度比较大的曲子都是从慢而快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快的曲子要练快 但是其实很多的速度都是从慢开始 如果你慢速的东西可以弹得非常的确实而稳定的话 那慢慢的加快速度也同样会达到稳定的感觉 但如果说你没有经过这个慢慢弹的过程 就一下子想要达到一个速度 那只会增加那种杂乱的感觉 那我现在来稍微把这个速度加快一点 弹给各位看看 这首Fried Chain飞驰的感觉 记得一定要从慢的开始练慢慢再加快速度 祝各位在这个Alternative这个Bass的世界里面得到一些快乐 好吗 好吗 谢谢观看